看看那皮薄馅的 哎这样才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做的是素韭菜馅饺子 来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看一下啊面粉一斤 水呢是乎两溜 少加上一点盐一克盐 放到水里面 把这个水呢这样啊搅动一下 或成大面絮状 也可以呢里面加上半个鸡蛋 会更筋道啊 这样呢也就是可以了 然后再拌一下 用拳子堆两下 成形以后 再这么揉 朋友们看啊 有点包包饿饿饿的 醒上十分钟 揉一遍 再松弛的十分钟 再揉一遍 揉两遍就可以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炙馅 先把韭菜切了 这个切成 这个小颗粒啊 一般呢你就是 看这个韭菜的粗细 你切成那个剑方 啊剑方的小丁 就正好 朋友们看一下啊 我先切这点配料啊 有点胡萝卜呢 增鲜 特别你少加上点 味精的时候啊 这个鲜味刷就上来了啊 关键是这个胡萝卜的作用啊 胡萝卜还不能放太多 放上 一两 就可以 口味好啊 你少放一点胡萝卜 这个口感好呢 里面可以少放点 黑木耳 放一两 没有黑木耳呢 就是掩耳啊 掩耳再没有呢 就一句话 不放了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豆腐呢 要单独下锅 需要下锅煎一下啊 口感才好啊 素的 这就是 韭菜里面的肉啊 吃的呢 要口感好 切成 四毫米粗细的 豆腐丝 然后再切成丁 小米地串啊 豆腐呢 一般是正常啊 我这一斤面 豆腐呢 放三两豆腐就行 我这擀到这多了啊 多出二两 半斤了 就这样 把豆腐煎制 上色 然后就下粉条啊 粉条呢 我这打好抄的啊 就是把这个 干粉条 泡好以后 用这个开水煮一下 飘起来 就可以啊 让它吸收一下水分 不盐的话呢 一剁就粘刀上了啊 你这样就不粘刀 或者呢 你烫好以后啊 用凉水过一下 直接就 像我这样 把它剁碎 下水分 所以 蒸 煮 この 四十克油 把油烧大一点 现在呢 把这个 豆腐酵 火 打开 煎至上色 豆腐呢 一煎 那个椒香味一上来 你别看咱们这个不去鸡蛋 不去猪肉 但味道非常好 好 再煎上一分钟 煎煎煎蒜 翻一下刀 看看金黄色 这就可以了 现在呢 这里面要加上花椒面 花椒面不要多 撒在上面 这个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 粉条下锅 红豆腐下锅 生抽 看看 颜色就算了 就不用说了 这味儿啊 就相当不错了 现在 加入 盐 那些 然后就点味儿精 扣着 不放味儿精都可以 不放也 可以 这是属于这种 浸罐 我们那个蒸烧 蒸烧就是非常鲜 你再放它 就是鲜上加鲜了 好 来 朋友们 开始 开一条下劲 就不用再揉了 揉两遍就可以了 好 开始 下劲 哎 这样就行 好了 现在咱们开始调馅儿啊 把这个馅儿啊 韭菜啊 韭菜里面呢 加上的油 先拌一下 这样 不易出水 韭菜呢 并不多啊 这个季节的 这个韭菜馅儿不好调啊 臭韭菜的时候啊 把粉条 豆腐 略微多 放上一点 吃的是韭菜味儿 口感呢 是这个粉条 和豆腐的口感 朋友们 看一下啊 拿这个瓶啊 拿这个瓶啊 拿这个瓶这个手法这样 中间带个窝啊 把这个饺子瓶的三分之一处 放在旁边上 哎 开始包 打馅儿啊 打馅儿 按得实一点 啊 实一点 不管咋包 能包上就可以 哎 圆包饺子 来 看一看 他嘴拍了 滑滑的 哎 这个孤山脚都脆点好啊 把馅儿就能飘起来 好了 转起来 点一下啊 点一下 别开太急 再开上拿就好了 好了 来 朋友们 看一看 这馅儿啊 这个馅儿还得不错的 看看 那皮薄馅儿的 哎 这样才好 这样子啊 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调 少许一点 生抽 鲜啊 加上个醋 提一下酒的那种辣香 太好 好了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 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